1月9日,东方卫视2014年群星新春大联欢正式宣传启动 首批加盟的明星阵容也随即曝光 总导演侯杰写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导演陈思成 演员佟丽娅、王学斌、郭京飞、耿乐等主创亮相宣传加盟东方春晚 本次春晚主打温情牌,播出时间仍然是大年初一晚19点30分 据了解,本次春晚主题定为《情暖东方,回家过年》 总体上是很温情的感觉 包括从加盟的明星来讲也基本都与家有关 比如情侣档、夫妻档、家庭档明星档为主 这也是为春晚主题考虑 像今天来到现场的陈思成、佟丽娅 此外还有刚刚新婚的刘璇夫妇等都会参与东方春晚 在东方卫视春晚发布会现场 数码的陈思成放话 马上娶佟丽娅是她本命年的首要大事 在问到接下来的计划时 陈思成说 我已经有爱了 那就是马上拥有下一代 看来陈思成 佟丽娅马年生小马已经提上日程 2014年马年到来的时候 你的计划是马上什么 是2014年吗 我已经有爱了 那就是马上拥有下一代 爱心事业双丰收的陈思成 对于参与此次东方卫视春晚 也更加有信心了 我们尽量会看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而且我保证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来 我都昨天跟那个我们导演说了 我说东方卫视春晚 收出去就那 就收最高的那个 那个峰值那个段落一定收 酷六娱乐上海报道